第1365章 万年写身 叶熙文和叶千千两人 在虚空之中 足足飞行了十几天的时间 即便两人的速度都不慢 又用尽了全力 到那时在浩瀚的星空之中 依旧显得渺小无比 如果没有白小生提供的坐标 他们根本无法在这浩瀚星空之中 找到封王星的所在 浩瀚星空 渺渺无边 或许也就只有神明 能够真正知道这星空 到底有多么的浩大 一路上 叶熙文和叶千千两人 甚至还遇到几头 正在沉睡之中的怪兽 他们奇大无比 与星辰一般大小 呼吸都能引起宇宙风暴 实力之强横 简直无法想象 面对这样凶横的怪兽 叶熙文和叶千千两人 也只能绕道走 在这浩瀚星空之中 才是真正的违宪所在 没有人知道 这里面到底潜伏着 什么样的强横的存在 荒谷大陆历经变迁 但是这一片星空亘古长存 深邃无比 更有传说 在星空深处还残存着 开天辟地时期残留下来的古老生命 有神明在其中沉睡 传言虽然只是传言 并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也足以证明 星空深处的可怕了 传闻 即便是在古天庭时代 遥远的星空 也是无法被征服的存在 其中有许多 能够轻松毁掉一个 星辰的庞大怪兽 一直飞行了半个月的时间 两人这才终于赶到了风亡星之中 山巒迭起 苍松密布 一眼无边 凶兽咆哮 此起彼伏 群山万鹤之间 一道道凶横的气息直冲天际 一些山脉远远望去丘陵突起 细看之下 居然是一头潜伏着的凶兽 沉睡了不知道多少年 这封王星上 近似蛮荒一般的环境 无数万年似乎都未曾改变一般 这些凶兽生来寿命绵长 这一生之中 似乎除了睡觉 也就只剩下睡觉了 叶千千皱着眉头说道 小心不要惊动这些凶兽 不然又免不了是一场恶战 叶西文眉头微促说道 虽然来之前 叶老已经提醒过他 但是现在看起来 似乎比叶老形容的 还要凶恶的多了 封王星旗大无比 几乎快要比得上一些小世界了 也唯有如此 才能生产出如此之多的 凶恶强大的怪兽 其中甚至有几头天 人静级别的怪兽在其中沉睡 叶西文和叶千千两人 一路往封王星内部而去 虽然封王星很大 但是好在白小生也附带了一张地图 只要愿意去的人 都不会迷路 轰 轰 轰 远处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却见一道小小的身影 在天空中徘徊 之所以说是小小的 是因为在他的面前 却是一道如山岳一般的 巨大身形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战斗的身影 竟然直接破碎了空间 让空间出现了一丝丝的裂纹 在两人战斗余波之下 山石碎裂 云气崩裂 一副末日景象 不过显然是 那一个小小的身影 占据了优势 那个巨大的身影的身上 有一条巨大的伤口 是被那个人影一剑撕裂的 很快那一头巨大的身影 咆哮一声 然后朝着远处飞奔而去 身形犹如一道流光一般逃出去 而这个时候 那一道小小的身影 也直接追了出去 这是两尊天人镜 高手之间的战斗 仅仅是战斗余波 就将叶西文和叶千千两人 给挡在外面 两人即便想要接近 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巨大的压迫 直接将了两人 给牢牢锁定在了原地 两人不是第一次 见到天人镜 高手之间的交战 之前叶琼的河腾 通天几人的战斗 比这还要激烈的多了 但是刚刚进入封王星 就遇到这样激烈的战斗 还是出乎了两人的预料之外 这一次的封王星之行 注定了不会是一帆风顺 那个人应该也是这一次 乾隆榜上的高手 才是 叶千千皱着眉头说道 虽然同是又生代的高手 却有人已经跨入了天人镜 而且是早早就已经跨入了天人镜 对于一众又生代的高手来说 能够上榜的就已经是他们之中的王者了 那么像法无双他们 毫无疑问 就是王者中的王者 众王之王 我们已经落后了 需要奋起直追了 叶熙闻道 这话更多的却是对叶千千说的 他反正落后已经成习惯了 两人继续往封王星深处而去 虽然是在封王星内部 没有了星空之中那种身形庞大的巨兽 但是对于两人来说 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对于那些半部天人镜以下的舞者来说 就更是一个死镜了 莫得 天空之中 一道宝光瞬间划破长空 竟然直接划破长空 朝着远处而去 追 叶熙闻和叶千千两人相视一眼 当即就有了决定 立刻就追了上去 这一道宝光一路急迟上千里 直接一头栽进了一个巨大的沼泽树林之中 整片树林茂密无比 树荫间阳光如斑点斑落下 如碎叶一斑 洒在沼泽之上 叶熙闻和叶千千两人也冲进了沼泽之中 但是一眼望去 却是无数的树木 却不见了刚才的那一道宝光 整片沼泽在微微泛着气泡 连一处立脚点都没有 不过叶熙闻和叶千千两人 还是很快就再度发现了那一道宝光的身影 却发现 这竟然是一株血色的人身 而且这一株血身竟然形同婴儿一般 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股的血气 在他的周身还有一个小小的结界将他给守护在了其中 哈哈 运气太好了 居然能够在这里看到这么一株血身 叶熙闻一眼就将血身给认了出来 这两年多一来 他在夜老处可不仅仅只是学习了如何修炼 关于种种杂学也是了然于心 眼界早已经有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 而且看这模样几乎已尽人形 这种天才地宝没有万年以上的时间 恐怕是长不出来的 这血身对于舞者来说 绝对是大补之物 这种级别的血身 哪怕只是切下一小根须角村服下去 都能迅速直接将干枯的真元给恢复满了 可以说 如果带着一株血伸在身边 就等于是带了一个移动的真元补给库 在关键的时刻 绝对能够救得了自己一条命 这种血身能够长到将近万年的年份 已经属于奇迹之中的奇迹 因为人参这样天才地宝 当它成长到一定的年份之后 都会开始自动散发出药香 因而也会引来许多觊觎人参的凶兽 因此除非是在药源之中 被圈养起来的 否则野生的人参根本不可能长到万年的年份 这就已经是有些逆天了 更何况是血身 这种人参之中的一种 更是从几百年左右 就会不断吸引凶兽前来 很难存活 即便他们生成了一些灵质 有了一些土木的神通 也很难逃过那些凶兽的嘴 寻常人参可能千年左右就有可能化形 但是血身就必然要万年以上的年份 才有可能化成妖怪 这类草木精灵化成的妖族 修行天资也往往远在其他的妖族之上 似乎也是上天弥补他们化形困难一般 而这一只血身就已经接近万年了 只要能撑过这最后的时间 就能直接化成人形 以后就是化形的妖怪了 不再是浑浑噩噩的草木精灵了 不过即便如此 这些草木精灵出身的妖怪也经常被人觊觎 炼制成药材也是常有的事情 叶千千点点头 这样年份的血身确实很少见 叶千千直接一只束手朝着血身抓了过去 而叶西文在旁边 为他护发 警惕周围 而就在叶千千即将将血身给抓到手里的时候 却听到一声巨大的破开水面的身影 一到二十几米长的巨大身体 直接朝着叶千千给扑了过去 叶西文手中渐气猛然凝聚了起来 瞬间凝聚而成 直接朝着这一个巨大的身影展了过去 当这一声 一阵金铁交明一般的声音 一阵火花四剑 叶西文的剑气 斩在了这个巨大的身影上 居然一阵火花四剑 根本斩不进去 不过叶西文的力量也不是盖的 虽然没能将这头怪兽斩杀 但是却也将这一头怪兽 直接一剑劈飞了出去 轰 这一头怪兽直接跌落进了水面之下 掀起了巨大的浪潮 这个时候 叶西文才真正看清楚了 这一头怪兽的样貌 这居然是一头巨大的鳄鱼凶兽 潜伏在沼泽之中一动不动 收敛了自己所有的气息 就连叶西文和叶千千两人 都被这一头怪兽给瞒了过去 所以才会差点被他给偷袭到了 这一头巨大的鳄鱼直接落进了沼泽之中 沼泽之中有些腐蚀性的烂泥瞬间掀起泥浪 尖的四处都是 而这个时候叶千千一只束手也是毫不犹豫的直接抓向了血身 这一个血身当即有了灵性一般 又要逃走 而这个时候叶千千的束手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法网 抓落了下来 这一个血身身上绽放出血色的神盲 居然想要从法网之中逃脱 但是叶千千怎么能让他逃走 不断的收紧了法网 就要将血身给抓住的时候 那一头巨大的鳄鱼又再度发动了攻击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叶千千咬了过去 这一头巨大口